大家好 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最近在Mobile01网站看到有人分享他买到假货 Crucial镁光MX500 500GB SSD固态硬碟 文中说他在虾皮购物网站的大陆买家 买了一颗MX500 500GB SSD固态硬碟 回来安装半天也无法使用 发现有点不对劲 怪怪的马上拆下来 和自己先前买的MX500比对一下 确认是假货没错 而且这购买者还很有心把真假MX500拍照一一比对出差异处 和问题点提醒大家千万别再上当啊 看完后我觉得这应该是全台首饰公开买到 美光MX500 2.5寸SSD固态硬碟仿冒屏 而且看发文者贴出的仿冒屏制作相当精致 可算A级货了吧 也觉得他非常的用心 防止大家再次受到诈骗 当然我也感头深受买到东西被骗得超不爽感觉 因为我最近也在虾皮勾网上拼读买了一颗intel i9 13900K CPU 但我的下场结果是真的减到便宜爽翻天 而这位发文者下场却是被其他网友给拴爆了 明知这卖家的售价完全脱离市场行情 造成受骗上诞完全是自己贪小便宜自找麻烦的结果 讲到最后也开始有点偏离说造假的行为 气得发文者再贴上真实交易购买记录 证实交易无造假 单纯好心告知也不想再被虚无造假事情贴标 就到此为止了 也只能说发文者运气真的太差了 因为网络上很难查看到有在模仿美光MKS500 SSD资讯 目前在网络上最常可以查到的假货仿冒品 大概是金斯顿和WDSSD固态硬碟最多 也是到后期我都不太敢买这两家的SSD固态硬碟来用的原因 而且发文者说贴出这假货资料后 出错产品网页已经被卖家下架无法再查到 那我们就从卖家的店名到虾皮购物网站再试试看 看他还有没在卖东西 哦!不错哦!今天运气还不错 一查就可以看到叫单零专卖店的卖家 哇!真的不错哦! 市面上主流品牌产品他都有在卖 从美光、金斯顿、三星870 EVO和Sandisk一个都没有少 真的是一网打劲任君挑选啊 看看他的标价真的是便宜到不可思议 如果是刚跳入使用电脑的小白或是没有什么钱的学生堂 应该中奖受骗机会真的很大 比方说他的金斯顿A400 960GB 2.5寸SSD 只卖你889元 再加个50元便宜运费寄送到台湾也才939元 对比现在台湾电商价格的A400 960GB 2.5寸SSD要价是1500元 现在只要在虾皮购物网站用半价买到真的是太迷人了 不是吗? 但另一个三星870 EVO 500GB 就不太好骗人上当了 刚好现在三星也在大量出清价格只差100元而已 所以当人在台湾电商买一买就好了 而在金斯顿KC600 1TB 它只要999元 依目前我在虾皮购物网站推荐的卖家 现在最便宜是要2400元韩运 老实说这一连贯的做法就是标准诈骗集团 就是吃定你贪小便宜心态 等你上购了老套手法 就等志愿者上门了 最后再来看一下发文者购买到的 假货美光MX500 SSD介绍 哎呀真的卖的有够便宜啊 几乎是现场行情价的一半 这种有竞争力价格难怪会有人上当 所以建议在购买SSD固在硬碟时 自己要先做好功课 或是把我测试过的SSD固态硬碟影片都看一次 就能减少你买到假货或是受骗上当的机会 比方说在我上次测试过的美光MX500有提到 它是有内存可理能给到5年有限保固 可是这卖家出售文确实标示3年保固 如果你有做足这产品功课 一定能看出问题来 再来看看买过这MX500假货的消费者评价 有了!第一位就是发文者和Mobile01一样的贴文评价 现在足以证明发文者的真实购买记录了 但看看其他先前购买者都说产品没有问题 也给出5星评价 而且都是近期的交易记录 真的有鬼有够邪门 而且这位购买者也不是新创账号 是4年前加入使用者 我只能说这手法是蛮专业的 真的很难不受骗上当啊 唉这网路上一堆骗子到底要到何时才能清除完毕呢 最后还是建议大家 除非真的有做足功课和调查清楚 不然只要全新品售价低于市场标准 大概有80%都是有问题的东西 千万别贪小便宜再次上当啊 因为诈骗集团能吊上你的方法 也只有贪这个字 只要你不贪小便宜 真的没有人可以骗到你 如果你再有任何问题 请打168反诈骗专线请问一下 在购买付款时一定要再多删释一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受骗买到更夸张的东西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 也请多多帮忙按赞和订阅 让我可以更快一点达到10万订阅奖牌 我是香蕉人 那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